大家好 我现在零下无中 连管一中心 这个地方建设的特别的好 我们过来参观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边的小花花 这个小花花它也不怕太阳 太阳照得越狠 它开得越好 我记得十几年前 刚开始玩摄影的时候 我还拍过它们呢 走 继续往这边看 哦 它坐的那个地方特别好 凉快啊 对吧 这其他椅子谁敢坐呢 晒死了都 就这里凉快 我要不要过去坐一下呢 这边写的是零下无中旅游集散中心 这什么意思 你又不是七车站 你怎么集散中心还在这呢 后面那个大房子干嘛的 造的挺好啊 然后这边是文化馆 文化馆 我刚才打听了 文化馆里面就是琴棋书画 什么之类的 回头看一下 这是我之前拍的那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算得上是比较大的一个博物馆 我只看了一楼 二楼三楼我都没看 我觉得我不能过去坐 我过去一坐不把它击跑了嘛 对吧 不行 那我就不过去坐了 这个后面特别大 你看到没有 这个后面这个建筑是干嘛的 太大了 而且这周围 没有人在这跳广场舞吧 热呀 那些人他就找阴阳的地方 这里他不来 现在才九点半 我怎么感觉这么晒呢 这不打个伞 这都不能出来 这是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这太热了 而且这站在中间 没有阴阳的地方呀 热 他热都不算热啊 就是太阳晒着 你不难受吗 文化馆的话 文化馆里面就是琴棋说话 哦 这里有个凉快的地方 我再坐一下 坐一下我们再往前走 哇塞太晒了 他主要是太阳光刺眼 知道吧 你要么戴个帽子 要么打把伞 像我这样偷懒 又不打伞 又不戴帽子 这不行啊 这是蔷薇花 是吧 月季花的一种 上面都打药了 不好看 哎呀 太晒了 这个云太少了 那几天在中卫的时候 特别好 中卫那几天天天都是阴天 结果到吴中这边来 天天都是大太阳 吃不消 享受日光玉 实际上太阳晒一晒 是有好处的 晒太阳可以补盖 知道吧 不要一天的晚 躲在阴凉的地方 一天躲在空调房里面 不好 空调吹多了 那个伤 容易那个害处是很大的 所以说 空调这个东西 你看夏天 这些城市不要紧的 坐公交车 人家他空调是不开的 你到省会城市 人家把空调温度开的 就像了个大冰箱一样 就往死你 就是降低温度 所以说 晒着太阳也是挺舒服的呀 对不对 补盖嘛 对不对 你一天不晒太阳 那也不行 而且就这个太阳晒的还是很舒服的 你要是现在在什么 听说杭州那边很热 是吧 南京 河肥 武汉 那边那个太阳 你在这地上你还能走啊 你那个鞋子都给你烫化了 知道吗 这里不要紧的 这里的话 就算是太阳有点晒 也只能说比较暖和 知道吗 和华东地区那个热 是不一样的 行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我再换个地方 再玩一下 因为现在还不到十点 你现在回去吃饭太早了呀 等到十一点 我就直接打车回去吃饭 下期见